跟我們講的題目,題目就叫做 社會矛盾激盪,警權爭執連場 最新的一件事件就是上個星期四 就是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開會的時候主席要求閉門會議請記者離場 有部份的現場區議員,包括許智峯等 問為什麼可不可以不這樣做呢 終於協商不果,被主席報警,用警察把他們抬走了 這個事情引起我們大家討論 究竟區議會主席有沒有權在不說明理由的狀態之下 決定公開還是不公開,因為區議會都是大家為我們服務 市民應該有權監察他的運作 跟著就是相關議員在投訴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程序值得商議 今天就是跟大家討論的 市民不會反對,區議會所有審議公帑都應該透明公開 應該被旁聽的人,包括公眾和傳媒參與 所以當日突然宣布閉門,沒有說任何理由底下 我作出一個跟主席的理論 其實議事規則裡面都沒有說究竟應該閉門還是公開 但我相信市民是很競同,審議公帑一定是要公開的 所以最後搞到警察入場,將我抬走 我想全港市民都很氣憤 就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了,涉及警察濫權 警察新聞的知情權,包括議會的尊嚴都被踐踏了 當中有很多議員在裡面有很多利益衝突 我希望可以透過這件事給公眾看看區議會裡面發生的什麼 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斯斯文文的議政的 當日我做了什麼呢? 我當日沒有訂東西,沒有說髒話,沒有掃桌 我唯一就是站在那裡和主席理論議事規則 討論我有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有沒有說開放還是閉門會議 所以是不是這個動作已經是擾亂了秩序呢? 這個我完全不同意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警察一直都在場 如果我有任何打人,傷人,批爭,怎樣都好 有很多流言蜚語,我被人抓了 我跟警察說,如果你覺得我有犯罪 或者懷疑我犯罪的話請你拘捕我 否則議事堂是我們議員議政的地方 我說警察是沒有任何角色在裡面的 我請警察離開 我是心平氣和地跟他說的 好,謝謝周浩鼎 我想指出一個大家對法律上的觀感的一個理解 剛才剛才阿莊先生說的那件事 他是說,如果你trigger到公安條例裡面的第17B段 裡面說是有人嘗試去擾亂公眾秩序 是可以有權把他所謂的拘捕 我們說得很清楚,這是拘捕 但當時我們看回警方當時的做法 只是有禮貌地嘗試請他出場 但是不果呢,而將他抬離現場 但不是對他作為一個拘捕 我想弄清楚一件事就是 如果警方是進行一個 對直情落charge 所謂要讓他作為一個拘捕是另一件事 但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從一個common sense的角度去看 一個會場上面的保安 經過多番的嘗試 禮貌地去邀請議員先行離去 但是遭到反抗的情況下 他不去做一些工作呢 亦都有點於理不合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說 其實警方在這件事上面 他是要負上一些責任去 請許議員離場 他是要做這件工作 而事實上如果你說透過這樣的情況 去指控警方的濫權 我也都覺得是對警方是很不公平 我認為呢 如果警察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都不做任何的工作 禮貌地請他離開的時候呢 我認為警方亦都有負公眾所望 警隊是要維持一個社會的秩序 我想我們在這個社會上面呢 除了強調每一個人 是表達的自由的權利之外呢 維持社會的秩序呢 亦都有相當的重要性 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當中的 先是陶謹申 警方呢 要維持整個香港的社會秩序 如果在立法會的議事廳 就是曾育成主席呢 他最重要去判斷 如果在一個公民 中西區區議會的公民委員會 是李主席 那位李議員呢 他首先做判斷 而不是警察呢 他在場 他說我認為有公共秩序的問題 我就將議員抬走 換句話說 如果李議員認為沒有問題 警察都可以將李議員 李主席抬走的 不可能的嘛 因為那個會是由李主席主持會議的嘛 李主席自己都不覺得需要召警 不覺得要叫警察來執行 有關公共秩序 或者公共安寧的問題 警察是怎麼可以自己去胡作非為呢 陶先生 其實呢 就是 究竟誰召警方進場那件事呢 我又覺得你不用說 不是啊 等於你發生一個意外 那個傷者 可能未必自己打電話 旁邊的人打電話都可以 但是李主席 他現在都沒有認為他需要召警 你明白了 李主席 他本身是主席 他本身是要處理會議的常規 如果他都覺得這個議會的激烈辯論 包括許智峯 這麼激烈跟他爭拗 是可以在他的主席的權威 與運作範圍裡面處理 那為什麼他其他一個人叫了警察 那警察是不是都應該尊重主席的 當時對議會處理的判斷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我相信是他不果 我想很簡單 就是如果周先生剛才提到 如果那個不是拘捕 究竟有什麼法理依據呢 就可以抬走一個議員呢 這件事之前陳考文案試過了 就不是拘捕他 但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 就是百年一遇的北京奧運 亦都他的行為呢 認為很惹火 就是很刺激性 激發起人家可能會破壞社安寧 那麼警方沒有辦法了 私抬他走 但是那天沒有這樣的元素存在 當日他認為呢 議會大家有激烈的爭押 有什麼不奇怪呢 但是可能有不知誰是叫了警察 那警察呢 就說你記聯叫我到場 那可能他呢 就一見到有某些場面 他就覺得呢 糟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麼過了界 但是如果李志行主席 他都沒有認為 是當時發生的一個場面 是必須要警察一定做事的呢 那就是換句話說 他就覺得這個場面 仍然是一個 合理議事的範圍 那就是繼續 大家就繼續去爭 就是這樣而已 是很激烈的 有時候會 好 張宜白 那我剛才這樣聽呢 就是區議會的議事規則呢 看來呢 都是要去修改 因為如果說問了議員 就是閉門的話呢 其實這樣是很危險的 因為本身市民呢 是有知情權和監察的 應該呢 就寫得很清楚 在什麼情況下呢 先開閉門 以前立法局財委會呢 都是閉門 不過在說很多年前了 幾十年前了 那現在當然要公開 就算你說 試入到小孩的私隱 少年法庭 那記者都可以坐進去的 那所以 你一定是要 有一個高的門檻 清楚楚 如果就算 最後真的有爭論的話呢 其實很多會議 有時候談這些 談不完呢 那你都是休會 就是再去商討 它是怎麼解開結的 那如果你說主席 很簡單 有什麼事呢 或者委員覺得 照警去解決的話呢 那就很簡單 因為這個應該是 議員自己透過政治技巧去 去磋商 去解決這爭端的 我想請問問 中西區議會 不管是 什麼 工作小組的成員 有沒有人在 除了 吳兆康先生之外 有沒有 有就請舉手 如果你想發言 我給優先次序 好嗎 如果沒有就先問吳先生 我是民主黨的吳兆康 那我昨天是一起 和許智峯一起 被警察抓來場的 我覺得警察那天 其實我的感受就是 警察非常聽見建制派的話 很多建制派的議員 委員在這裡 叫囂說抓人抓人 然後警察呢 就很快抓了我們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危險 今天區議會 明天就是報館 然後就是大學 然後就是我和你的家 所以我們要求 警察和建制派要交代 要道歉 還有那份閉門審批 閉門審批再撥款 要重心去審議的 我想請問你 你當時有沒有 就是和人有肢體 衝擊 有沒有動人 我完全沒有 我只是不斷向主席 說我們要開放會議 不可以趕走記者 OK 好 麻煩你 今次這個擾讓事件 就是擾亂秩序事件 是三輸的 第一 許先生自己不好受 第二 保安被人推掉了 第三 警方被人屈 就說他濫權 就是真的要做工作的時候 又被人指責 我覺得這個三輸的局面 其實真是何必呢 多謝 OK 還有大概兩分半鐘 三位評分 童一新呢 或者我先回答 如果我叫警察來 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妖念秩序 例如我做議會的主席 那我就會尊重警方的執法 但是如果警方最後 他無論執法或者不執法 他是真的要向市民交代 但是今次的情況 為什麼剛才民建聯 其中一個朋友說 一年警方處理 數以萬宗的 召警的求助 為什麼這宗要拿出來談 香港電台都不是傻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抬走一位議員 而那個議員 是在那個議會 是有議事的責任 要採用權利 以及背負他的選民 如果 18區的區議會 其實現在已經 建制派 是絕大多數的 如果 這個作為先例 是動一下可以抬走 一個區議員的話 換句話說 爭取開放議會 公正透明議事的議員 隨時可以拉走 老實說 18區 還是變成什麼 全部黑箱作業 我希望你明白 如果警方到場 他的判斷 都不需要檢控任何人 你所說什麼片 什麼片 又說誰推翻誰 我請你小心點說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就是同時質疑警方 執法不公 莊先生 剛才曾兆天的同學 問一個問題很重要 就是說 警方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警方絕對不是保安 如果去到議會 真是萬不得已 真是要請人離場的話 這個都是保安要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找警察來做呢 因為你找警察來做 你這個不是拘捕的話 剛才拿了文周浩鼎 但保安事實是做不到 其實是 你回看一段片就知道 這是保安公司的問題 保安做不到 不可以找警察做 警察做一定有法理依據 那我就剛才問你 這個法理依據是什麼 如果你說不到法理依據的話 這個是一個非法拘捕 這是一個普通襲擊 因為每個人也是人身自由 好 我只是想說 大家說得很對 在這件事上 我是很堅持的 為什麼我堅持呢 因為議會堅持 一定是被市民 透明開放地監察 我作為議員 我時刻都記住 我是背負著選民 很多的選票 進去監察政府 以及監察公帑的運用 所以為什麼 保安抓我 我不走 因為我認為自己沒有犯法 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我只是跟主席理論 所以我是堅持這一步 是絕對不可以再退 再退香港的價值 我們會慢慢被蠶食 很多人說 香港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 我聽了很多次 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作為民選議員 在議會裡面是被人抬走的 我希望這些